大家好,今天我们介绍弧度和度,你们可能都已经熟悉了度的概念了,事实上,在学习角度的过程中,我们练习了很多问题,你已经熟悉了直角,我在这里画出来,直角就是90度的角,或者直角的一半,它就是45度。 你也可能熟悉圆的概念,我最熟悉圆了,在这个圆里,这是360度,而今天,我将向你介绍另一个测量角的单位,那就是弧度,那么什么是弧度呢?我想先从它的定义开始,这样你可能会知道为什么叫它弧度。 如果这是角,和这段弧,这个角对应这段弧,而且这段弧也对应这个角。所以弧度,弧度就是角对应的那段弧,也就是半径的长度。 所以,这段长度也是R,这个角是弧度,我想这有些乱了。那让我画一个大点的圆。 好了,我还这样做,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它们做弧度,但是事实上,当你思考的时候,它其实已经给你了很多灵感。 我现在要使用直线工具,我们说这个半径的长度是R,这段弧在这里的长度也是R。 那么这个角,我们叫它der,就等于1弧度。现在它就变得很清楚,它跟半径有点像,这就是所谓的弧度。 那么,我要问了,在这个圆里,弧度是多少呢?那么,如果这个是R,那么这个圆的周长是多少呢?它其实就是2πR,对吗? 你知道,这是基本的几何公式。所以,如果这个弧度是这个角对应的弧,也就是R,那么这个角对应的弧就是2πR。 就是2πR弧度。所以,这个角是2πR弧度。如果你还感到困惑,那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。 2πR弧度的角,就是整个这个2π半径对应的弧。我之所以做这么多,只是想告诉你,为什么叫弧度,以及它和圆的关系。 在那里,在那里,给出的圆是2π弧度。我们就知道了,弧度和度的关系了。把这些都删除。 我们说,在一个圆里,这是2π弧度。 周角是多少度呢?如果我们走一圈,是多少度呢?它等于360度,对吧? 所以,在这里,我们建立了一个等式,建立了弧度和角度之间的转换。所以,1弧度就等于2π分之360度。 我只是在上下两边都除以2π,我们就得到π分之180度。 同样,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。我们可以上下两边都除以360。 那么,我们可以说,1度,我将把360掉了个个。1度就等于2π弧度,就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 所以,我们得到了这个转换。1弧度等于1弧度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 如果你忘记这些,但它不影响记住这个。但是,你连这个都忘了,那就要回到这里。 这里,2π弧度等于360度。 另一种方法,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代数。如果你只记住半个圆。半个圆,这个角就是180度,对吗? 这里是角度的符号,我也可以写成度。同样,也等于π弧度。 所以,π弧度等于180度。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等式。 1弧度等于1弧度等于180度。或者,1度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 那么,让我们做一些练习,你会对它更有了解。 如果我问你,如果我问你45度,转换成弧度是多少呢?我们知道,1度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所以,45度等于45乘以180分之π弧度。 所以,这就等于4分之π弧度。 45度,45度就等于4分之π弧度。要清楚,弧度和度只是两个不同测量角度的单位。 而我之所以这样做,实际上,弧度是数学中测量角的标准。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比较熟悉度。 让我们来做另一个例子。只要记住,1弧度等于π分之180度。1度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 如果你仍然感到困惑,那就先写出来。我这么做,因为我总是忘记,是180分之π还是π分之180。 那我只要记得π弧度等于180度。做另一个。那么如果我说,2分之π弧度,它等于多少度呢? 我忘了我刚才写过的。所以,我提醒自己,π弧度等于180度。我们知道,π弧度等于180度,对吗? 所以,1弧度等于180除以π度。就等于我们再次使用公式,因为我老忘记它。 所以,2分之π弧度等于2分之π弧度等于180度。它等于90度,对吗? 再举个例子。我们说30度。我又忘记公式了。那我写出来。 所以,π弧度等于180度。所以,1度等于180分之π弧度。所以,30度等于30乘以180分之π弧度。 就等于180是6倍的30。它就等于6分之π弧度。 希望,现在你已经知道弧度跟度之间的转换。至于为什么叫弧度,是因为与半径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好了,我们下次视频见! 再见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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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